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虎扑7月9日是 今日比赛中 热火90比94赋予黄峰 赛后球员和教练接受了采访 晓得里克琼斯在比赛中不是扭伤脚踝 这也导致他中途离场 那下我实在无法忍受 琼斯说道 脚踝扭伤总会发生 但这就是篮球比赛 你只能去做你能做到的事情 热火夏季联赛主教 Lear Rich Glove对于琼斯的善事 感到有些遗憾 他正打出自己的比赛节奏 因此就有点让人失望 DLASS说道 我们会看看他明天感觉怎么样 约是理查德森认为琼斯 在下连中表现很好 之前的努力现在收到了回报 他表现得很有侵略性 不断冲击篮筐 李查德森说道 他的跳投看起来好多了 一直在命中三分 我为他投入的工作感到骄傲 本场比赛中琼斯出战七分钟 四投四中得到九分二篮板 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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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